中国大陆 但我要告诉您的是 错了 尽管这里是那样充满着中国市场的气味 但那是在浩瀚太平洋的彼岸 一个叫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上 过去人们叫它唐人街 现在叫它华府或中国城 美国华府和它所在的城市一起诞生 历史远远流长 至今仍然是这个城市最具生机和朝气的商业旅游购物局 美国华府是华人在这个陌生国土中的温暖家乡 是华人遭受排斥打击时的堡垒地难所 同时又是华人寄托相思登高望乡的楼台 中华文化香火延续不断地所在 在洛杉矶 纽约 旧金山 夏威夷等美国城市的华府 在华府古老的街道 我们见到了潮州会馆的牌柄 进入会馆 我们听到了格外亲切的香音 喝到了格外甘烈的功夫茶 美国的华人 美国的华人 能自在到达是台湘的华人最在 但是当我管理在纽约 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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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九九年来这点剔透的时间 这点是美国的点 古金山 北光 这个地域的形态 这些发明 驾州政府略为 略为列四个保留地 叫做华人 这叫做华人华人 在九亢六年古金山大地政 只好 何在华人 无论为 华人华人到这点 有些方法,也可能丢出来,是中间的布老方法 向着忙,就会派来托 我们在同一家,在这间的布料,做铺鸡,让人们去参观 后来,就会派到柜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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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布地,这里有很多东西, 这些地方是非常小的, 地区、农村, 这些河面也有很多地方。 据历史考察, 朝人移居美国有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一百多年前, 朝人被当作猪仔卖到美国, 据中国海的美国传艺书记载, 1852年至1858年之间, 美国船只从汕头港运出的契约华工就达四万人, 至今美国的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如洪世杰老先生所考察的朝人历史印记。 朝人移居美国的第二个高潮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当时的印之动乱大肆排华, 而首当其冲的又是朝级华人, 美国承担起收容难民的重任。 据统计, 1980年至1990年十年间, 美国接纳的朝级难民达到十六万支柱。 这样, 加上近十年来从朝善移居美国的, 以及从香港、台湾、泰国等地留美的海外朝义, 目前美国朝人的总数约三十五万人左右。 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提出了众国之国的立国主张。 美国的历史就是各族裔人民历史的总和。 早期的朝人作为以美华人的一员, 航海、造船、开矿、铸路、修堤、田地、 肯荒、种田、捕鱼、制造成为开发美国西部不可缺少的伙伴。 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美国的朝人又是怎样生活? 怎样去圆那个美国梦?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 也是我们想告诉您的。 朝人出到美国,绝大多数人赤手空拳, 靠打工谋生,站稳脚跟。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略有积蓄, 相当一部分人便萌发出自己创业发展的念头, 开始脱离工薪阶层, 走上经商办实业的另一条人生轨道。 在美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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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大多数人, 自己叫做Safeway, Safeway的商店, 来自拍摄。 当时的事情是, 集合、扣、职典症, 然后经过管理的图脱, 我就在19%开始参与, 从事小工业, 就是它做成熟柳的商品, 就是熟家道, 和百姓道, 和磁丁的疾病道。 就是初始是小小的观摩, 继续训续训续的作法, 然后就在经过多年来的区域, 然后甚至到六十月, 正常能继续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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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因为第五十月, 只会不会继续继续训续。 新典兵院至美国就最始人。 但是, proceeding antes的行为, 1975年年军下, 最后又在美国 no-12月。 最后的时候, 我最后紧放山下巡 Sovi creepy forgetting a day 就有 Dopi, 把他们的铁心状拨禅, 所以大家结果忽急没故纏, sempre不合乓. 但 audit生出来 而其他人, 我跟他一做成 breeding竞秀福王银 我香港以前邀請了什麼 我 past the enemy 我懂得提火 會產生性能量 왜냐하면 united 所以我有一件事 生理有什麼 他為一一個才eez 我地這麼被藏牆掌 是弄他躲到掌握 那我知道不將他放棄 但我對他為一很窩心 所以便是他駕他 坐頓最受傷的 身體就是出那麼好 再開一個別的別的別的 開到最大的就好看 哪個別人 上水的時候也好看 還要開到十多 再開一條獅子 私下人都沒辦法 開著挑進市場 跟學校開著的香蕭王 跟就跟別人一起走老婆 香蕭王是十幾今回 所以就都沒在戲 家裡沒在說什麼 沒在說話 每個人都在那裡 從這個時候慢慢做起來 生意一步步做起来 一步步做大 在十多年这样一个不算太长 也不算太短的时间里 朝人慢慢在工商界 崭露头角 并开始拥有一席之地 然而纵观朝人的经商范围 我们不难发现 大部分人所从事的 都是与时有关的行业 与时有关的行业 首推开中餐馆 在洛杉矶 除了张国安与张朝海河谷开的 海鲜阁连锁酒楼外 黄文谷先生开的这家 海珍大酒楼规模宏大 大厅可同时摆上一百多桌 共上千人用餐 同时他的八个儿子 都在酒楼各个部门分兵把守 使菜肴和服务质量 都甚佳 颇有影响 来到纽约的游客都说 到了纽约 没到华府中餐馆吃上一顿 就等于没到纽约 刘汉初先生经营的 大汉楼酒家 被纽约客杂志列入了 全纽约最好餐馆之列 在纽约的代表性建筑物 世界贸易大厦顶层 大汉楼作为中餐馆的唯一代表 被标示在纽约的全景图中 可见大汉楼的名声和地位 大型超级市场 这一现代化商业的宠儿 过去一直是白色人种把持的领域 但自从以朝人为首的华人进军这一行业后 形势有了改观 在洛杉矶 纽约 圣河西等地 白人现在只能固守少数的阵地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以拱手相让给华人 而华人当中 朝人又居多数 由陈希平先生 与其亲戚联手经营的 顺发超级市场 是洛杉矶目前规模最大的超市 面积超过十万平方英尺 与此同时 他还拥有另外四家超级市场 刘俊雄先生 1983年就涉足超市 是纽约华人中 第一个引进超市经营理念 和经营模式的先锋主 而身为香港超级市场集团 董事长的陈学新 他旗下的超市达到七家 每年的营业额 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 圣河西朝人超市 虽然与这个城市一样年轻 但仍不落后 潮州会馆会长 陈乐先生白手起家 在十多年间 就滚雪球般地开张了 四家超级市场 像他为自己的超市 所命名的名字 狮子城一样 雄居在各家超市榜首 应当承认 潮人以及其他华人 所经营的餐馆和超级市场 顾客主要还是以黑头发 黄皮肤的亚洲人为主 于是自然诞生的另一个行业 专营亚洲货品的进出口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无论是在洛杉矶的新亚洲贸易公司 大风出入口有限公司 汉昌公司 还是在纽约的新德贸易公司 旧金山的正平出入口有限公司 我们看见了亚洲人生活中 所喜爱的无所不包的食品和日用品 这些货源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和泰国日本韩国 又辐射到美国五十多个州 成为美国亚裔人名副其实的后勤部长 朝人经商除了以食品为主的行业 另一个较为瞩目的生意就是珠宝业 在洛杉矶的市中心 纽约的华府以及圣河西 朝人的珠宝店 跟香港泰国朝人所开的珠宝店一样 总是比别人更加富丽堂皇 金碧辉煌 特别人更加富丽的英语 当年阿都 Dragons 八月四ower 明镇期半月二十多 concentrate 了 海星 十多 厉害 迅数 11 激 十多 ため 一 战 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 庄严雄伟美丽而又幽静 美经潮州同乡会会长吴楚然告诉我们 这些活动呢 所以大家就是 台湾政府 要做生理是一次的 所以做这个参观家 这个参观家 这个参观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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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这几个参观家 请这些参观家 最近六次革征国际 今天 对这几个参观家 这几个参观家 用这个 夏威夷四季如春 风景如画 是世界最著名的旅游圣地 这里的朝人 多数也围绕着游客做文章 夏威夷朝周同乡会会长 季子浩 开了两家意大利餐馆 使这里的游客 在欣赏美丽风光的同时 品尝到了欧洲风味的佳肴 据了解 朝人开的中餐馆 泰国餐馆 越南餐馆 共有三十多家 而且家家客流满座 生意兴隆 另外 陈昌强先生经营的印花玉金 既实用又可当纪念品 陈昌汉先生制作的水晶礼品 小巧玲珑 此外 有的经营旅游品批发 有的开旅行社 个人的生意不很大 但每年的营业收入 也百万美元以上 夏威夷 夏威夷独特的气候条件 给擅长务农的朝人 提供了吃展才华的机会 一些朝人经营农产品批发 更多的朝人经营农场种植 反季节蔬菜 西刘莥 你满床没有 一百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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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了 这是根招吗 招了 Пер减高 美国是个经济大国 更是个科技强国 潮人有没有涉足高新技术领域呢 我们来到了位于新泽西州 爱迪生市的一家电脑软件研究开发公司 新泽西州 剁骨的剁骨 剁骨的剁骨 那我来说 是鸡鸯 鸡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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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鸯鸯 鸡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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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鸯鸯 1985年,杨先生开始创办自己的信息技术企业,以成功开发出语通2000等十多种英特网尖端软件产品。杨先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运用自己的所学,为建立华人信息高速公路尽一份微薄之力。 所以中国人是其他媒体可以落后,但是互联盟就绝对落后,所以互联盟是要把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不合,因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都能够量起来,用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信息高速公路, 师兄的信息高速公路,就是能够算进行归作,能够做每个对抗。如果没人知道,能够学习闻的、可以学习闻的、学习闻的。 所以在这些时候,我直接做互联盟就已经做了很快的程度。 从美国东部爱迪生的家乡来到美国西部的硅谷 在这个被世界称为电脑革命摇篮的中心地带 我们见到了一名叫中心电脑的技貌企业 据当地潮州会馆介绍 硅谷有三家最大的电脑经销商 两家是美国人 唯独这一家是华人 每年的营业额达近亿美元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来自普宁大南山的农民儿子 在美国大学读的是外交系 但他却凭着对电脑的兴趣和过人的机敏 找到自己的市场空间 奇迹般地让硅谷的大学 科研机构 高科企业 这些研究生产电脑的精英和大亨们 反过来向他订购专门为他们组装的电脑 杨俊龙白手起家 是硅谷发展的见证人 在谈到硅谷成长的诸多因素时 他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因素 从七五年开始 在这个柏林年 这段时间的网南南民 有大量的来教自己的美国 就造成提供了这个 每个高科技的流露的资亡 我特别爱证人 只有网南南民这般人 就是辽国 甘布财队和网南 其中的做了多少次 我们就像人来的 就像人来的 大家知道的就是 勤劳强迫 对基层关联非常主动 对主任的家业非常主动 所以 以至于我们来的 就非常愿意去江泽 愿意夹饭夹点 愿意去美国主流的社会来营营 所以他们就参加 没有目视这个流露的资亡 到日子又开始 客户成绩之后 又出来 攻击自己的电脑行业 所以就像这个电脑行业 又将有恒不发展 硅谷是年轻的 属于年轻人的世界 潮人在硅谷开办的 另一家电子企业 就是这位年轻的企业家 郭辉强 1983年 他由四个人和105美元起家 伴随着硅谷的成长 而今已成为 颇巨规模的电子厂 美国的潮人 多数在物质生活的领域里 辛勤劳作 但也有一部分人 在精神生产的领域里 默默耕耘 老画家洪世杰先生 50年代起 就执教于汕头士 为潮汕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 70年代移居美国后 找到了适合自己 事业发展的环境 并开阔了视野 使画意大进 他以肖像画 轰动美国画坛 曾为里根总统康利 和米斯司法部长 创作油画肖像 他的画 多次被美国著名的出版公司 选作挂历 封面 收入画展 画集 书刊 美国一位评论家 撰文说他的画 体现了东西方艺术技法的有机结合 也显示了画家的渊博修养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 国际卓越人士名人录 赞扬他是一位独树一致的画家 在美国画坛 与红世杰同样盛名的 还有超级青年画家 郑林华 米老鼠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 家喻户晓的形象 米老鼠的名字 又和迪斯尼公司联系在一起 是迪斯尼创造了米老鼠 而多才多艺 个性鲜明的米老鼠 又把迪斯尼缔造成为 世界最强大的动画片制造王国 进入这个王国的人 一般不容易 更何况 要担当这个王国里 某个重要部门的重任 郑林华 以他对色彩的天赋 以及在全美国动画片设计比赛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被迪斯尼公司相中 并逐步成为了 迪斯尼公司动画片色彩效果的 总设计师 他所参与制作的 世界级剧片《狮子王》 再次显示出 他的实力和才华 与话谈一老一年轻 相邪成趣的事 报界也有一老一年轻 老的是1944年到北美的 翁绍求老先生 他从踏进美国的第一天起 操笔感到现在 已整整半个多世纪 先后担任过 全美最大中文报刊 世界日报等四家报社的 总编辑主笔 并创办全美第一张 全面介绍新中国的报纸 华生报 北美周报刚刚诞生三个多月 与这个周刊同样年轻的 是该报的社长林志斯 据了解 有朝人出资办的报纸 在美国还有中南报 中华论坛 月绵辽日报 远东日报 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但同样不是一个天上的馅饼 会自己掉下来的国家 生存的压力 竞争的激烈程度 都不亚于任何西方社会 但是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 我们发现 潮汕人无论是在工薪阶层 还是在白领阶层 无论是从事商业贸易 还是开办企业 与美国社会其他种群的人相比 他们成功的概率 却要大得多 生活好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潮汕人 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纪律体现了一种很有内涵很有修养的文化 美国朝人身上体现的这种文化其实就是朝善文化 朝善人创造了朝善文化 朝善文化又塑造了朝善人 我们发现正是平级这种文化的凝聚力 才使广大朝级乡亲 在异国他乡能顺利路过最初最艰难的适应期 同时从他们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 也成为了贡献给美国的极其宝贵的一部分 这位老人 在我们拜访他时 已是八十岁高龄 二十年前来美国时 年过花奖 然而他却坚持不要人家照顾 不认为了我做 我做三个人是做成的 那是一大人 那是一大人 来到一大人 做两个人 来到一大人 一大人是一大人 一大人是一大人 我没有教你 十万人就没有教你 但是我 一大人就出来了 我找我名字 我找两个人来就好了 一大人就不认为 我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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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的例子很个别 但从他倔强的个性中 却也鲜明表现出潮汕人 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都具有的勇敢与坚强 正是平级着这股勇敢与坚强 一贫如洗的潮汕人 来到美国 几乎都不依赖当地政府的救济金 男的出外打工 有的甚至打二三份工 脏活累活同样干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女的在家里边照料幼小的孩子 边收拦手工活在家里做 加上节俭持家 不用一两年时间 很多潮人便在美国扎根生存下来 美国潮人经商既稳健又开拓 稳健是从他们所熟悉并自认为能胜任的行业做起 比如果条 是潮汕人最熟悉不过的食品了 美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有潮人所开的果条店 形成了规模不亚于麦当劳的中式快餐行业 洛杉矶的张作波还被冠以果条大王的称号 美国下场 北京都在美国上 在美国开拓拓钳 大王的潮人 从美国开始 在美国的潮人 在美国下场 美国也是非 但是对美国人 朝人在美国西部有个果条大网 在东部也有个大网叫魏京大网 他就是纽约潮州同乡会会长杨大道 杨先生的五仪公司是日本魏之素在美国的总代理商 在杨先生悉心经营下 魏之素打败世界所有品牌的魏京 在美国独占凹头 目前美国八成的家庭七成以上中餐馆都使用魏之素 杨先生成功的奥妙 也是朝人历来所熟悉而有屡屡奏效的做法 成立 爱做成这两个月就成立成位 我从美国每个城市都走过 美国的城市只能够在地上 虽然那些城市我没有平衡 没有任何城市 有一个评众 dzieci 也就能够在地上 那些活动 却是用某些固域 要不可以 够在地上 雷尾温地上 我做法 也就会争议 几个下 组成了 各种 管理 别人 这些固域 那些固域 服装业 服装业曾是美国华人事业中 仅次于餐饮业的第二大行业 但是近年来华人服装厂不是关门就是转行 很难抵挡得住发展中国家服装行业的冲击和国内劳资纠纷的日益增加 在纽约华府的萧纯仁却一花独秀 自创品牌的服装畅销南美和加拿大 一年营业额四千万美元 成为纽约华人最大的服装公司 究其原因是他以开拓的精神 做到了其他华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主要有问到在自己人之间 来呢 我们就听到好一些装剂 来分量更新 我们就在北国啊 意大利啊 英国啊 都美国都听到好的装剂来分量 所以如果变成了行载的生理呢 他们有充足的冲菜 相信我们 不仅是 在东北人做事 多少都是听 问题 他们就要做 變得加強成立 當時我們成立,我們就 聽了好的 全國人都來做 所以我們在市場方面 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 科技方面 技術方面,我們就變得成立 所以我們反正我們 跟國人進行美國的 公司經濟 我們沒有紐約 地理 所以我們可以做 在21世紀的今天 對一個企業家來說 勇於開拓 最主要的還表現在 能否運用現代經營的理念 和手段,使企業 適合當今市場運作的環境 和規律 大陸 大陸 最不一樣 正在對抗 地理念 有些人就想当我广义 就不要保家照项目 还是不要叫他的法律去做 我就觉得 这些美国的政府来打 那样样就做来的妥党 这有别人做外国人的市长 这有别人做怎样 所以有时候开始的时候 我就比较到 可留国家的法律 那样样的合法 有这样的保证 另外的方面 包装的酌量 就控制得好 就做外国人的市长 外国人的市长 解决之后没有归属 但是这些时候做得好 做释放 他就做得到 出席的这种好事的地方做 他要不可靠近客战的会儿 那另外的方面 就注重来广告 不得刚刚 不刻意不做广告 所以就做广告 跟社会者做得好 在那边 美国的当时 要不得到那儿 只要 找这个忙碌 可做 有更新做 是要成功的 按照法律 注意包装 注重广告 这些 对固守传统的企业家来讲 都是些新鲜的名词 新鲜的做法 但却成为了 杨应锐 打开市场的金钥匙 太子行为此赢得了许多第一 太子牌 花旗 深茶等系列补品 是全美同类产品中 销量最大的牌子 天算丸等保健药 再美销量 也是第一 杨应锐 从十多年前 靠卖一桩住房的五万元起家 一跃成为一家 在马来西亚 香港 中国大陆 都有分公司的跨国集团 众所周知 朝人的先人 是一群从中原迁徙来的移民 他们在迁徙和定居的漫长过程中 要不断防备抵御自然灾害和土著的袭击 千方百计寻找繁衍的土地和生计 环境迫使他们要结成一团 时至今日 朝人远舍重阳来到美国 是历史上中原迁徙一幕的继续延伸 因而自然带来了故土文化中浓烈的群体意识 这种群体意识最明显的标志 便是纷纷成立地缘意义的同乡会 在美国 人们还记得起的最早朝善人组织 是1953年的纽约朝周房 至今 纽约朝周同乡会已换了23届 目前 规模最大的同乡会 即是南加州朝周会馆 和北加州朝周同乡会 会员超过几千人 此外 美国的朝人组织还有 圣河西朝周会馆 美京朝周同乡会 夏威夷朝周同乡会 德州朝周会馆 芝加哥朝周同乡会 乔治亚州朝周同乡会 奥斯汀朝周同乡会 纽英伦朝周同乡会 俄勒港周朝周同乡会 朝周同乡会 遍布美国东西两岸和南北部 组织之多在海外仅次于泰国 潮汕是海外朝人的第一故乡 大家自然高举朝联会的旗帜 但从东南亚来的朝人 在来美之前 已在越南 老挝 柬埔寨生活了大半辈子 或在那里出生 因此 许多朝人在参加朝联会的同时 又成立了 以第二故乡为纽带的 简华协会商会 金欧同乡联谊会 迪石同乡联谊会等组织 通过这些小组织的成立 进一步证明了 朝人团结乐群 有惊人的凝聚力 各地朝州同乡会成立后 不负众望 方威解困难 互相提醒 团结束了 但这种艺术 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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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泰拍了拍的時候 起這美國叫做美國總統論中共識 叫起來 然後一直到美國的細部來 這就看到美國細部的感冒 有一次當下人同事 所以我們開這回合就叫國人 要認救人 所以當時 本人整個各位的處理 因為我本人就迫抗你 就做到一件事 就像當教會和學長 所以我為了 愛西南的當教會 連告做有點生意 我 今天我請三個律師 向美國國務院 和移民的拍攝時 經過三個月的時間 當時有很多困難 但是最好是成立 他能集人 看他在美國 就輸下來 當時他能看他 生車他能出來 跟太太來 這間社會就 翹下了就這樣 像長大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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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不少乡亲告诉我们 当初来美国的时候 他们也存在着顾虑 但最终下决心来了 是决心在这里会遇到乡亲 并且会得到他们的援助 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 来了之后 泽也得到乡亲引荐 创业得到乡亲的资金相帮 潮人的事业多数能够成功 原因之一不能不归功于 大家的守望相助 我先不过解释了 你不是在买 我先不闹 你不是教人吗 那没想到我先说 我基本上就不闹得了 就是匯别这个家义和东风学校 我们小小地区在1999年成立之后 半个年就成立了这个年东风学校 一方面我们记得少到东风的家义 我们学习成功,成立鼓声也有成功 主要是这样的目的 据了解,除圣河西潮州会馆外 南加州、北加州、纽约等地的潮州会馆 也都办起了中文学校 美国的教育高度发达 今天美国朝人办学不是像早期华人那样单纯为了子女教育 而是为了子女继承中华文化传统 可见各地会馆在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潮州会馆的另一大作用 是部分的取代了家乡中的家庭家族的功能 照顾老人的生老病死 在弘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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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精舍 也有从中国陆丰结石起来的玄武山佛祖香火 更有金碧辉煌 气势辉煌 占地达十二万平方英尺的佛学明月居士林 为什么乡亲们热衷于在异国他乡见妙宇呢 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 在弘扬中华文化 他们还有一些人 在弘扬中华文化 他们还有一些人 他们还有一些人 在弘扬中华文化 我以前在大道教室 我认为名位就是人喝米饭 我一直发起 电信 煮这个名位就是人 所以这条呢 在座人 电信酱 信仰酱 有一个价格 所以这条呢 要爱世界 中国跟文会 在海外 在奥母的地方 看来朝人建造庙宇 不只是为了信仰 他同组织社团殊途同归 目的也是为了有助于朝人的团结 有助于朝人的公益事业和子女不忘根本 朝善人思想意识中 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占有重要的位置 朝人来到美国后 维护民族利益 尊崇气节 讲求道义 依然贯穿于现实生活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洛杉矶 罗文正被人们称为中美两国的民间信使 因为人们记得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两次接见他时 他什么话都没说 却直言不讳地向克林顿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 每年他还以美国中华工商联合会的名义 代表全美十万会员向美国政府提出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 我们在美国中华民族的意见 应该对于所在国和其造国 应该对于社会的国家的关系 我们在美国中华民族 正因为朝人具有这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 所以尽管朝人在美国华人所占的比例不大 但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却超过了华人中的其他种群 美国朝人遵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表现 就是恪守学而优则式的儒家教会 十分重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 大冬生 吃顶红 这人是来到美国 也有一个影响 一直讨论的教会计计 正确讨论的学位移情色彩 移情菜呢 在大公司做总裁 这解释的呢? 解释的原因是, 学会是在延路大学, 在私当学, 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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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大公司的作业经历, 在历史上, 这样的严重这是,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就向我深历待历史上, 我们更加多余大的。 在历史上, 几个大学。 小学生在历史上会有所思想的。 每个大学 itt就会, 我有学生在历史上是, 我们是在历史上。 是吗? 平时有特殊的特殊,因为家企专业,专业专业 在家企专业,做伯伯就更加烦恼 说到最后,我见到大陆的成绩 因为在西渦方面,在江泽方面都得到 烦恼官员职位 在美国各大城市 我们见到不少潮人开的诊疗所 律师楼 会计楼 他们有的是六七十年代 从台湾东南亚等地来美国留学后 学有所成的潮级人士 但更多的是刚踏出校门不久的第二代潮人子女 潮人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 是普遍的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 而其中的佼佼者进入了律师 会计师 医生 科技界 教育界 政府部门等主流社会的行列 从而改变了海外潮人子女 历来多数都追随父母经营组业的传统习俗 极大的拓宽了潮人在美国社会的发展空间 美国曾以民族熔炉自称 意思是不管什么民族的人到了美国就会融成一个样子 一百多年前的华人以及潮人 如今他们的儿孙们在家里只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话 生活也完全西化 美国的民族熔炉似乎发挥了作用 但是 这些老的民族孤岛 即使已被美利坚民族吸收掉了 新的孤岛却又产生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 到美国的潮人依然在家里讲一口纯正的潮州话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更是潮汕文化所固有的特质 当我们有的人在潮汕本土对潮汕文化越来越缺乏深刻感知的时候 正是美国潮人 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 使潮汕文化再入争入 再显本色 无疑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刻 正是美国潮人 他们把潮汕文化带到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拼盘里 带到了世界 潮汕文化所扮演的 再也不仅仅是居属于潮汕一带的地域文化 而是走向世界舞台的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群体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分享 勿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거� tok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